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以Sale一交就会的频道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函数是桑一辅函数的进阶应用 若还没有看桑一辅基础课程的学员 可以点选右上角连结观看 在影片开始前,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以Sale一交就会的FB社团 OK,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上一堂课程我们有介绍Sale一辅这个函数的其中一个范例 范例的内容是要计算产品是苹果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由于Criture的条件只有一个 因此我们可以用Sale一辅这个函数来完成 但是如果你的条件是单一个条件 但是是多个选项的话 举例来说产品是苹果加香蕉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就必须要透过Sum跟Sumif这两个函数来完成 若设定的条件是多条件多选项的话 举例来说地区是台中产品是香蕉 地区是台南产品是苹果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就需要透过Sum跟Sumif这两个函数来完成 老师快速的解释Sum这个函数 Sum这个函数呢 主要是要做一定范围内的数字做加种 那Sumif这个函数呢是要做符合多条件的范围资料做加种 那Sumif这个函数呢共有多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是Sum range 也就是要加种的储存格范围 第二个因素呢是quiterior的储存格范围 第三个因素呢是quiterior的设定 第四个因素呢是quiterior2的储存格范围 第五个因素呢是quiterior2的设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在以色列来练习一下以上所说的范例吧 首先我们准备了一个资料清单 资料的内容呢是各个区域产品的销售金额 那我们第一个范例呢 预计要做单一个条件多个选项的设定 设定的条件呢是预计要将台中加台南的销售产品的销售金额给加种 那我们就是透过Sum加Sumif这个函数来完成 首先我们输入Sum括号Sumif括号 第一个因素呢是quiterior的资料范围 所以我们就将B栏位的资料给选起来 第二个因素呢是要设定quiterior 但是因为我们的quiterior有两个条件 因此我们就输入大括号 台中 那因为我们的quiterior的内容是文字 因此前后需要加双引号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我们quiterior的设定 第三个因素呢是预计我们要加种的资料范围 我们就将第一栏位的资料给选起来 最后输入两个括号 最后按enter完成 这样子我们就将区域是台中加台南的销售金额给加种 老师将公式复制起来贴在旁边 让各位学员看得比较清楚 接下来第二个范例是多条件多选项的条件设定 那我们依据要设定的条件是 区域是台中产品是香蕉 区域是台南产品是苹果 那我们是透过sum加sumif这两个函数来完成 首先我们输入sum括号sumif括号 那第一个因素呢是数字加种的区域范围 我们就将第一栏位的资料给选起来 第二个因素呢是第一个quiterior的资料的范围 我们就将b栏位给选起来 第三个因素呢是设定quiterior 我们就输入大括号 台中台南 那接下来第四个因素呢 是第二个quiterior的资料范围 我们就选取西栏位的资料 那最后一个因素呢是 第二个因素的quiterior的设定 我们就输入大括号 最后按enter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sum加sumif这两个函数的写法 老师加公式复制起来 贴到旁边让各位学员看得比较清楚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sumif 与sumif这两个函数 与sum的共同使用方法 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那如果有想要我们介绍以sale的其他功能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哦 see you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